大家好呀,我是大嘴 今天我们继续来玩创意庭院吧 这一次玩的关卡是这个 小鬼当老家? 嘿嘿,区区小鬼头还想当家? 我看他真的是太嚣张了呀 啊,すごい 这一关的玩法是传送带 不过这个地图是啥情况 前面这部分全部都是药水就算了 这后面还有一大半的地板是浮板 这植物还能种哪里呀 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种了呀 这咋来呀 这传送带上面就只有一个植物 就是这个鱼狗草了 这个鱼狗草还挺厉害的 就算对面的僵尸把所有的药水都喝了 这个鱼狗草也还能直接秒杀这个僵尸的 所以先种两个鱼狗草吧 等对面的僵尸喝完药水后 再种剩下的鱼狗草 这个鱼狗草怎么直接飞到这里来了呀 这也太核心了吧 而且还有国王僵尸也一起飞过来了 这里连植物都种不了呢 可恶啊 这个小鬼都是太核心了 不行我要再来一次 我可不能让这个小鬼这么嚣张 这一次 直接把鱼狗草种在这上面 就算等再有僵尸飞过来了 鱼狗草也能再把它们给干掉 我没有说错吧 这个鱼狗草真的就把它们给干掉了 区区小鬼头还想半天 我大嘴不是随随便便就干掉它